台湾难民涌入,德国吓到不敢收了 欧盟正面临史上最大的难民危机 很明显的有些东欧国家实在烂到连难民都不想去 于是德国站了出来,对难民们伸出欢迎的双手 不过,看起来德国人已经改变主意了 德国开始加强管制德澳边境 德国铁路公司也一度暂停行驶来往德澳兄的列车 这些做法引发欧盟排挤难民的骨牌效应 奥地利最近也加强了边境管制 德国优渥的社会福利是难民们向往的天堂 而德国总理梅克尔则成了英雄 可是他的开放政策却造成德国内部不安 保守派指出收留难民会危及国家安全 有些难民可能是披着羊皮的ISIS战士 为何这些难民不是文化较相似的临近中东国家呢 因为那些回教国家也不要他们啦 至少德国现在可以有墨西哥 奥布是难民来当廉价劳工啦 至少德国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少德国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